这里是乾隆皇帝御陵的帝宫 现在这个方向是朝北 里面就是乾隆皇帝帝后妃官果的放置处 正中间这一具官果就是乾隆皇帝的官果 帝宫的官床上一共有七个官尾 但只葬了六个人 在东边有一个空北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偶然现象 清朝的时候能与皇帝合葬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必须受宠爱 级别高 第二必须得死在皇帝之前 因为在皇帝下葬之后 帝宫就再也不能打开了 只能安葬到非元寝或者皇后领 但是乾隆皇帝比较特殊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活到了89岁 所以乾隆皇帝绝大多数后妃 都死在了他的前面 按道理 帝宫内的整个官床上一定会排满 一共七个官位 中间这个位置一定是乾隆的 那么还剩了六个官位 清朝的后妃制度一共有八个级别 有资格葬进来的是前两个级别 皇后和皇贵妃 那最先去世的是 哲敏皇贵妃 慧贤皇贵妃 还有孝贤皇后 他们三个是最早葬进来的 那现在还剩了三个官位 在乾隆的第一任皇后去世后 又策略了第二任皇后 那就是纳拉皇后 就是延禧攻略里面的大反派 挥发纳拉殊胜 也是如意传里面周迅饰演的如意 她是皇后 去世后必须得跟乾隆皇帝合葬 这又占了一个位置 还剩两个官位 如果下一任皇帝的母亲 并不是皇后 那如果下一任皇帝登基后 也要晋升为皇后 按规定她也必须得合葬 这个就是孝姨皇后 嘉庆皇帝的生母 也就是延禧攻略里面的魏英洛 那最后还剩了一个官位 如果哪一个皇贵妃先去世 这个官位就是她的 也就是苏家皇贵妃 这样整个帝宫就已经满了 乾隆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 叫纯慧皇贵妃 为什么没有合葬 而是安葬在旁边的飞员前里面呢 就是因为她去世的比苏家皇贵妃晚 当时帝宫已经没有位置了 那为啥还空了一个官位呢 因为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得罪了乾隆皇帝被废掉了 延禧攻略和如一传里面有这个桥段 但是具体原因谁也不知道 乾隆的第二任皇后 葬在了旁边的飞员秦里面 所以这里就空出了一个官位